一品豆腐 湿里 银杏 袋子上朝 都是孔府宴当中的著名菜色 这套由孔子后代所研发衍生出的宴客美食 已经成为中华美食的一大代表 如今正式启动要申请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乾隆皇帝就是多次下江南的时候 每一次路过渠府都到渠府来朝拜孔子 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孔府里面的 他的衍生宫的后裔们 就是孔子的后裔 他去招待皇帝用的一种宴 孔子曾说过 食不宴金快不宴戏 因此孔府菜不仅上菜礼仪有序 可以说仅次于宫廷菜 而制作也是精致繁琐 一颗马铃薯可以切成66公尺长的丝 象征友谊地久天长 每一道菜名都有典故 这个一瓶豆腐呢 它是要用这个紫菜和这个鸡蛋皮 和豆腐一卷一卷卷起来 它里面是让的八宝馅 它为什么叫一瓶豆腐呢 因为当年呢 这个孔府的官啊 是被分为一瓶官 五花肉香莲子 小火慢炖五六个小时 肥而不腻 是慈禧六世大寿时 孔子后人进宫的县里 可以想见他的入口即化 而山东省值监局 也向孔府菜的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售牌 正式展开推动孔府菜的标准化工作 计划在三年内 做好蚊子整理和搜集 进而将菜品标准化 然后向联合国提交申请 列入世界非物质名录 希望把这套孔家美食 更推向世界 继续综合报道